我觉得文学也是一种 很重要的人类的文化 尤其是诗歌创作 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写作 在学校里面参加作文比赛 写诗 编笔报 有一天我上课 老师说今天是作文 他就出了两题作文 在黑板上 因为老师大概他评审过诗歌比赛 他知道我会写诗还得奖 所以他就走到我的面前 小声的跟我说 他说王仁华 你不必写黑板上的作文题目 你就写你的诗就可以了 这个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后来我就走上写诗的道路了 那时候你知道所有的报纸的副刊都是在新加坡出版的 南洋上报新竹日报 我都把我的诗寄到新加坡或者是槟城甚至香港去发表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走上写诗的道路 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四五十年 从来没有间断过 后来到了台湾念大学 刚好台湾当时候现代主义非常的流行 我就跟一群同学包括我太太 我们也办了一个诗刊 叫做星座天上的星星座的星星座诗刊 今天如果你翻开台湾的文学史都会提到我们这个诗刊 那后来我去美国读了很多欧美的作家 其中有一个Robert Frost 就是J.F. Kennedy他当总统的时候 就职典礼的时候请一个诗人来朗诵了 中文叫做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他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 因为他写的诗都是日常生活 在他的波士顿的一个树林里面的简单的生活 他成为世界大诗人 所以我觉得写诗其实就身边的题材 就够你写了一辈子了 所以我写橡胶树 写语树 写榴莲 写山竹 写平隐戏 像这些也就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的整个流行 就是说大家重新认识自己居住的土地的生活跟环境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城市 从政府到老百姓都应该要重视帮忙 就是说发扬这样的一种写作的文化 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记得我就租一个老百姓的屋子 他们知道我写诗对我都非常尊敬 这是他们的文化 不像我们说 哇你写诗好像是一定可能变成很穷的 的一个人不能够赚钱 他们不是这样想 因为他们是觉得是文化是 文化是人类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说是文化的最精彩的部分